在超市里每生活一天 就会给你一万美元的现金奖励 这样的挑战你能坚持多久 超市里的物资应有尽有 完全够一个人待个十年八年 想象一下只需在一个地方待上短短的几个月 就能实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 今天祖坟冒青年的阿伟被钱哥选中 挑战的规则简单而严格 阿伟不能跨过超市外的红线 一旦违规挑战即告失败 他只能带着已经赚到的现金离开 钱哥在超市的每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 以确保这个挑战的真实性 阿伟则表示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一天三顿啤酒小烧烤为半 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话 自己直接可以把钱哥助到破产 第二天一早 钱哥推来一万美元奖励 这让阿伟的嘴角都咧到耳朵根 没想到赚钱如此轻松 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 他必须用超市里的物品等价交换 毫无疑问那些超贵的大家店成为首选目标 仅仅只是几台电视就够一万美元 在搞明白超市生活挑战规则后 阿伟开始在货架间转眼 他很快意识到宠物用品根本用不到 因此决定将它们作为优先交换的对象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阿伟迫不及待地钻进自己的被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将容易变质的瓜果蔬菜和婴儿用品作为首选 这些商品不仅需求稳定而且不亦长期保存 不过这些物资也不会浪费 钱哥会捐给一些慈善组织 随着阿伟在超市中一天天的坚持 他的奖金也在持续稳定地增加 时间来到第十天 自从阿伟踏入这个超市以来 他一直面临着个人卫生的挑战 这让他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然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 他发现了超市后台区域的意见 当钱哥问他还能挑战多久时 阿伟毫不犹豫地说能在这里待个一百天 就怕钱哥的钱不够 直接把他带到破产 这话说的真是小瞧了他 钱哥都愁得自己的钱花不安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闲得但疼的阿伟总能在无聊的生活里找到乐趣 他又重新搭建一个淋浴房 还给自己搭建一堵隐私墙 时间一换来到第十七天 阿伟解锁了新的装备 钱哥从仓库里开出一辆叉车 这叉车技术估计有个两年半 就是有一丢丢的废房子 有了叉车之后 让阿伟搬货效率大大提升 随着阿伟空闲的时间多了 他也开始胡思乱想 阿伟开始琢磨这些钱该怎么花 想到自己根本不需要赚一百万美元 钱乃身外之物开心最重要 恰巧下个月和下下个月还是两个孩子的生日 所以阿伟在这里只要待个五十天就够了 在第三十天时 钱哥送给阿伟一个惊喜 他将他的家人带到了超市 他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在这里陪他一天 孩子们的笑声和妻子的温柔话语 让他暂时忘却了挑战带来的孤独感 这短暂的幸福时刻 差一点让阿伟动摇放弃这个挑战 再想一想这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让他们日后拥有更好的生活 坚持坚持也是值了 然而好景不长 在第三十一天时 超市的电力供应中断 所有电器停止工作 原来钱哥这个老六买下这个超市就没交电费 提前准备好的等价交换的货物也被停止 现在最主要就是清空冰箱中的食物 以避免不必要的铺张浪费 孤独和黑暗加剧了他的心理压力 阿伟开始放飞自我 他开着叉车横冲直撞 用暴力宣泄郁闷心情 为了缓解压力 在超市已经生活一个月以来 阿伟首次打开了超市的后门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这久违的温暖的阳光 是他与外界隔绝多日后的第一次接触 钱哥注意到了阿伟的心理状态 决定恢复超市的电力供应 为了打发时间 阿伟开始拆解超市内的物品 甚至搭建了一个泳池 然而很快就被阿伟用插车捅破 十几吨的水洒在超市的地上 让超市里所有货物都泡在水里 这无疑加快了阿伟结束挑战的速度 现在只能坚持一天是一天了 阿伟只是在超市里过了四十多天 就被他搞得一片狼藉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伟的心情就像超市里日益空旷一样 跌落到了谷底 孤独感开始侵蚀他的心灵 四周的寂静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开始渴望有人能和他说说话 哪怕是简单的问候也能打破这片死寂 然而钱哥这个老六发现这个情况 第二天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送钱 剥夺了他与人交流的唯一的机会 这无疑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阿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到了第四十五天 钱哥在监控里看到阿伟无聊地挥舞着棒球棍 他感到时机已经成熟 再次带来了阿伟的妻子 阿伟终于意识到 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远比金钱重要 阿伟决定结束挑战走出了红线 他一共获得了四十五万美元的奖励 如果把你关在这里能不能赚到一百万呢 阿伟员 阿伟员